其實我之前用過頭腦論述 跟228的確有點像 不是那麼長的 就是說就是一個 因為228是什麼 是台灣人 一個被殖民的小島 被丟回一個祖國 在被丟回祖國的過程中 你沒有 首先你沒有參與 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 第二個 那個異文化相約 又這麼巨大參與 可是它是用一個抹平你的 原來的 像香港呢 各位看到過去的 比較著名的電影十年 演到 他擔心的是 譬如說語言被消滅 普通話 整體自己要有明顯 那其實有趣的 譬如說 譬如說 他沒有注意到這些事情 可是還是說 他可能就不想要這些事情 也有人說 他就刻意要文化之明 那我不知道 他的意圖 就是他到底是 不夠細緻 還是他根本就不在乎 他就是要 可是我想這個是香港人 最在乎的事情 就是香港過去 還不聽國情 可是香港人 他的驕傲 他是一個國際城市 他這個中心 混合類開 這是他非常獨特的性格 可是現在 中國 是要把它變成 一個普通的 中國城市 這個才是我想 香港蠻重要的教育 所以不知道 他是說 不太 還是說 真的就是說 他們就是很刻意的 就是要香港 擬出香港的一個 觀察 讓他變成一個 在政治的形態上 在文化特色上 包括這些 裡面 就是要中黨愛國 扶贏到原來 那種大陸想法化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 最可怕的事情 那我覺得 從他們對 從西藏到 我看起來是 一貫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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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的策略